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 中国政府本周召集国际科技大厂 警告他们如何配合美方对中国企业 祭出的关键技术经售令 恐面临严重后果 似乎在替中国电信大厂华为出戏 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本周召集多家国际科技大厂开会 官员明确警告与会企业 如果生产线撤离中国是为了安全理由 而非一般分散投资考量 业者可能受罚 据报道 与会企业包括全球多家顶尖半导体厂商 报道指出 华府矛头对准华为直击中国科技发展野心 如今中美似乎都在准备新的经济武器对付对方 曾深度交融的贸易关系可能进行渐远 甚至完全脱钩 知情人士认为 中方官员在会中虽为指名华为 但用意似乎就是为华为凝聚支持力量 更广泛而言 中方发出警告 似乎也为了防止让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复杂供应链迅速瓦解 文章分析中国这回顾忌重施恐怕不会那么有效 因为中方形同迫使企业在屈服北京压力与违反美国法律间做选择 美国企业不会违反美国法律 特别是在一举一动都被放到放大镜下警示的情况 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 也不要低估别人的判断能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主持例行记者会时的发言 近日在社交媒体疯传 网友纷纷评论说 耿爽高级黑自打嘴巴 耿爽回复外媒记者的影片很快传到海外 并在海外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大量网友评论表示 耿爽所指很明显是中共自己 网友留言表示 贼喊打贼 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近期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 大陆官方为抹黑美方经常爆出类似的搞笑言论 就在本周 中国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接连发布赴美风险提醒 网友表示 这是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搞笑的提醒 你们的父母在美国 你们的老婆在美国 你们的子女在美国 你们的财产在美国 甚至连你们的二奶也送到了美国 现在你们告诉国人那里很危险 那些能去的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一报发表了署名为王维洛的评论分析文章 文章说 就相对数据而言 中国的稀土资源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比例 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90% 一路下降到2019年的23% 到2019年 这个比例数应该还在下降之中 中国的稀土资源下降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是因为世界稀土资源储量的增加 第二是中国稀土资源储量的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世界稀土资源储量的增加速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由于中国大规模的虐夺性的开发 主要的原因就是强盗般的虐夺性开采 稀土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只达10% 利用10%浪费10% 其余80%进入尾矿霸 就是说生产15万吨稀土 中国要耗费150万吨稀土资源 早在2011年 美国稀土资源储量占世界稀土资源储总量的40% 远远高于中国稀土资源储量所占的23% 学者建议习大大用世界稀土资源储总量的23% 去和美国的世界稀土资源储总量的40%去打 而且还要当王牌打 这个资源储怎么打又如何能打赢 早在2012年6月 经济参考报就曾发表 中国发布稀土白皮书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令人炸舌的文章 文章称 没有一个国家在环境遭到重大污染 资源遭到重大破坏的情况下 还不计后果的不断开发一种产品 中国承担了向世界90%的供应量 实际上却在严重地污染自己的环境 仅至于这些污染至少要花5000亿元 这还只是7年前的数字 现在的数字是多少 有谁真正算过呢 中美贸易战升级和西方继续对俄制裁的大背景下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自然备受关注 期间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出席了 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的开馆仪式 熊猫外交又一次显示出席巨大威力 新苏黎世报指出 俄中关系现在的确处于意识最佳时期 而北京和莫斯科也确实想让欧洲和美国都看到这一点 文章写道 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来访既是一大外交成就 也是俄方对中俄关系所给予的种种期待 尚未得到满足的表现 中国人的做法有时会让俄罗斯人感到疑惑 但同时也帮助他们恢复了理智 俄政府圈内还是可以听到对中俄关系不同看法 很多期望都落空了 比如中国银行并没有提供俄方急需的贷款 中方投资也远远低于预期 文章分析 俄罗斯原本希望川普入主白宫后 俄美关系得以缓和 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显然是落空了 而随着美中贸易战的激化 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立即变得更加紧密 当然俄罗斯无法从经济层面上取代美国 但在战略层面上 俄罗斯和中国则可以在远东中东问题 尤其是北极圈问题上更加有地方施的保持一致 中美贸易战前景不明之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表示 中国有足够空间应对中美贸易战恶化 对汇率的挑战 他特别指出 不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某个具体数字更重要 有关言论被市场解读为 中国可能不再保期 令人民币离岸价创2018年11月以来新低 7日接受彭博社访问时 一刚承认贸易战谈判能否继续 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而贸易战也可能为人民币 带来暂时性的贬值压力 美方施压也令人民币小幅走弱 他强调期望持续不干预会市的状况 另外一刚透露 中国已准备约1000亿元人民币 以应对民众因贸易战影响而暂时失业6个月 获更长时间的失业保障和再培训需要 美国顾客满意度指出ACSI调查发现 手机用户的满意度连续第四年保持79分 停止不前 而三星的Galaxy Note 9 现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 用户表示 他们喜欢配备大屏幕和功能广泛的 这款高效安卓手机 苹果iPhone X得分不比Galaxy J7 Prime Galaxy S8或Moto G高与iPhone 8 Plus和iPhone SE同分 电池寿命仍是移动设备得分最低的项目 虽然电池技术正在改进 但用户仍希望电池有较长的使用期 ACSI在2018年4月至今年3月期间 随机访问超过19000名手机用户 完成这项报告 报告指出 价格可能是苹果的一个问题 因为数据显示 苹果手机的性能价格比落后于其他手机 澳大利亚警方发布消息称 在与中国合作调查洗钱行动中 没收了一名中国公民又假名购买的三套房产 这是澳洲警方与中国公安部去年12月 签署协议合作打击经济犯罪以来的首例没收资产案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8日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 一名32岁的中国公民又假名 在墨尔本购买的三套房产被没收 目前此人已经移居加勒比地区 报道称 此人是受到中国通缉的金融逃犯 在澳洲的三套房产总共价值420万澳元 这些房屋都将被出售 所得款项将用来补偿执法费用 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表示 自去年11月开始已经有三起独立的案件在调查之中 都涉及中国人在澳大利亚创建空壳公司洗钱和逃税 截至去年12月 调查导致超过1570万澳元的涉嫌犯罪资产被冻结 近日 报道称查尔斯说 他最初以为自己只中了5万美元 原本打算到北卡首府洛利领奖 没想到再对一次后才惊觉中了头奖 据悉 中奖者可选择在29年内分37领取总数3亿4460万美元的奖金 或以私信领取2亿2330万美元 查尔斯选择一次领取2亿2330万美元 并决定将其中100万分给兄弟 以及把一部分奖金捐出 作为美国中餐馆的标配 很多老外以所应当地认为铅鱼饼来自中国 但大家都清楚在国内餐厅示范后 从来没有见过铅鱼饼 所以铅鱼饼其实是美国中餐馆的特色 至于这种小饼干到底源自哪个国家 至今仍正义不断 有文章称铅鱼饼的前世其实是日本的实战饼饼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